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譽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傳教士葛培里穆斯 於美國時間星期三早上八時世世 享年九十九歲 葛培里穆斯一生報導七十年 去過四百一十七個地方 185個國家舉行報導會 出席報導會人數有8400萬人 衛星轉播達2.15億人 葛培里穆斯又服務過多任美國總統 因而有總統穆斯之稱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Twitter表示 沒有人像葛培里穆斯一樣 他會被基督徒 以至所有宗教的人士懷念 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創世電視曾去到美國葛培里圖書館 了解他一生偉大的福音使命 他和太太都心愛中國人 在太太的墓碑就刻有中文字 2.表達對中國的愛 葛培里穆斯曾經分享到 我的家在天堂 我只是路過這個世界 他一生只是專注一個目標 就是幫助人親自和上帝建立個人關係 這個關係是藉著耶穌基督 我們會承傳葛培里穆斯傳福音的心智 亦為到葛培里穆斯的家人討告 願主安慰他們度過哀傷 如果大家想分享思念之情 可以登入創世電視Facebook專頁 表達葛培里穆斯曾經對你的激勵 多謝 五次 六次 八次 一 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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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次